哦哦 好吃五杀 新版木刃这个伤害你们看待了吗 所以赵姓这个出装有没有搞头 暗爪木刃收集者 太阳语 红青语 符文是征服者 腹系带着行径速率 这盘来试一下 前期正常红卡来反野 妮可来了 主张级捅他 有闪吗这货 哦 头疼不疼 妮可复活会来打红的 先帮他打个六击 再来红找他 再打 拉近床里打的 陈记 好能啊 帮我打红 别跑呀 闪现吧 要不然追不上 他没闪的 所以他死了 顺路来抓下上路 看他过不过来叉眼吗 来了 走上去捅 一 有闪 那就没办法了 看他劈不劈吧 现在有三单Q哦 一上去跳飞 妮可来了 打不死了 先撤一下 妮可想杀我 虽然我残血 但我也想杀他 葛温回头了 逆上去W带折 妮可追我 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闹一圈吧 只要被我捅到他就要死的 不走 在这里上 可以了 但不影响 以及AKZW 念得懂 挑飞 不是吧 这么怂 这个念口还在皮 看好了兄弟们 一小兵W带走 秀不秀 暗爪小剑出来 抓不下路 我们下路被打崩了 先杀威仪反 750 这杀光辉 周攻也行 第一剑暗爪出来 这里小法单杀我们家飞机 过来给他报个仇 EJAKZW 接平A 直接用头撞这个E 然后再追他 他走不掉的 EA带走 然后放先锋去他 哎哟 妮可 先拉扯翔 顶着塔杀他不现实 光辉来了 炸过去 EJAKZW 接平A带走 妮可 闪现挑飞技 接A EA带走 双杀 第二剑暮论出来 打个小龙 他们下路好像过来了 来了 先打小龙 在E上就捅 吴亦凡 他跑了 等个E 这光辉怎么跑得比我快啊 看他回头吗 回头就可以捅到 哎呀没戳到吴亦凡 可惜了 顺路打个三郎 小法 直接EAKZW 用脸创E 等E结束 在EA拿下 第三剑 他越成型 先捅妮可吧 EAKZW就死了 再捅吴亦凡 光辉 放他一条生路 第五剑 说机者出来 先捅吴亦凡 两枪死 妮可也直接被秒 捅小法吧 谁见到我都散心了 去找光辉吧 残血的 一个W 六神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我觉得这套比幽默那一套龙脱雷高 你们觉得呢 评论去留言